開門 這次一定成功了 可以可以可以 你的粉紅茶我學會了 看啊 欸你這樣 你沒有嚇到這樣子的 我突然開 你沒有嚇到的啊 沒有 我習慣了 專業就是不一樣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KOKI醬 哈囉大家好 我是Miko 我們坐的今天很亂對不對 我是一直一個人住嘛 我有說我回家的時候啦 家裡都是安安這樣子啊 我們想說就回 有點孤獨感 對 會不會有沒有辦法 一打開門的時候 他就會直接亮等家裡 出門的時候開燈嗎 不可以這樣浪費店 我們要節能省店 我覺得今天會發生一些事情 我們今天會錄太長 然後就要分兩集 我們今天要介紹幾樣東西 有我的觀眾在下面留言 他們希望知道 所以還是要隆重介紹一下 這是大家就是看那個 重慶台灣機場有看到 我這買了一個小米插電吧 那有什麼特別 這個沒有什麼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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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插頭是這樣子的嗎 腳開開 然後一個人在上面 你記得嗎 所以就這樣真的 中國插頭嗎 腳開開的 然後一個人在上面 他男朋友在那裡 不要轉動 這種東西 這個是一set 它有五組 這個叫做小米智能甲鈴組 跟大家慢慢介紹一下 今天我們應該會拍蠻多東西 這個是小米的王冠 我們看一下小米王冠 怎麼樣 噔噔噔噔噔 恭喜 就這樣 哦 它有幾種功能 它還可以亮燈的 真的哦 這叫小愛同學亮嗎 對 然後這個是 那個開關 哦這樣小的哦 你好呀 今天星球怎麼樣啊 很好很好 就是這樣子 一個開關 有沒有聽 啊開關 然後這個是人體觸控器 就如果 你有人經過的話 就會直接亮燈那一種 這個我知道 好像在日本的時候 有很多它的街道啦 都是安門 可是你經過的時候 它會亮燈 那這個是聲音感測器 這個是人體 它是有物體經過 不一樣 很小耶 你看 這個是今天的重頭戲 主角 主角 因為我們要開門關門嗎 就是這個 哦這樣小的哦 很迷你耶 對哦 丟到好消灑 對我們都是這樣子 你要不要丟一下 還不錯 來 要不要丟到這一頭了 我丟到不夠遠 OK OK 它可以丟 OK 這個是最特別的 再對於馬力學來講 這個是溫度感測器 就它可以感應到 如果你的家的溫度太低的話 還太高的話 它會直接開關 那可是因為馬力學不需要嘛 所以如果它感覺到太熱 它就開 對 它應該24小時鐘在開了 對 因為馬力學 這個在馬來西亞是不需要的 嗯這個就 這個不會丟 你丟這個啦 你要消灑一點 這五樣是今天中頭戲 然後可是如果只有這五樣呢 我覺得是不夠的 用一個小米的那個 CCTV 有人經過的時候它這些錄影 是不是也是很屌 是耶 我們今天 然後這兩個啊 大家看一下 那這兩個是一樣的吧 那為什麼不夠買兩個呢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我厲害的地方 因為我買了一個之後 我不知道我買 我再買了另外一個 不過裡面兩個是有差別的 一個是國際版 一個是中國版 一個是英文的 你看看 嗯加起來也是一樣 我忘記了 國際版是寫英文字的 然後中國版呢 是寫 華語字的 前面也是 前面是英文字跟總文字 你們可以看 啊 這就國際版跟中國版的不一樣 然後這個呢 也是很屌的一個東西 這東西就是 欸 這個叫 小米智能茶座 它有四五個版本 可是我買的是基礎版 用你的電話 或者用你的小愛同學 來控制 控制它 對 就這樣 小小一個 中國插頭都是這樣子 你看 就兩個腳開開 然後有一個在上面 你很熟嗎 米智嗎 你看 這個眼神 所以我們就需要這個東西 呃 先插 點 Target Apps 叫做米家 試這個比較容易 這個要講是就是 我那時候買了一個燈 你也可以用你IKEA的燈來試 好 我們來試一下 打開 好 它現在有在亮燈耶有沒有看到 嗯 亮燈就代表我們可以來玩 在這個App裡面呢 你就按加 然後找 電源開關 處於亮燈 閃黃燈中 同意定繼續 升級 馬上升級 所有的你在用這種智能家具的東西 你要先升級 對 打開 有亮嗎 有有有 它是用暗的 它這是換顏色 可是我剛才上下花它有用啊 對我剛才是覺得上下花有用 我現在再多加一個東西叫網關啊 我加進去 有亮燈了 我們先把它再關了 等待連結中 請打開智能家庭 App 可以加多功能網關 好 網關 點進去 閃爍黃燈 下一步 需要快設定 很期待等一下會變怎麼樣 然後這個可以亮燈啊 滿無聊的對不對 今天做不好你不要怪我 難得請這麼大牌的人過來 結果做不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來試一下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 門窗感應感測器 如果你要錄製的時候 你要有這個東西 換手機 SIM卡這個東西 嗯 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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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啊我的 啊這個 多功能網關 允許連入 閃爍燈 連接成功 啊它下面就是有所有的功能 對不對 就講說如果它打開的時候 它會怎樣 好我們先用這個先 這個燈是直接設定好的 這個燈 這個就是我今天開的 Eli的燈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欸 屌喔 欸 你好像不太懂對不對 對 你不懂發生什麼事情對不對 什麼事 好像很頭痛耶 因為好像 不會setting 我找不到我的燈 如果 啊我懂了 如果這個 打開之後 就執行 啊這樣就對了 啊 開 嗯 OK 儲存 欸 有點尷尬 現在已經好了啦 又失敗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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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射兩個吧 就開根關 啊你再試試看 要先儲存 啊要儲存 你是醬 還有醬 欸 欸 你大概是什麼 關門了 開門 欸 欸他只有一次耶 欸 一整個就是不灰 算了 我們不要玩這個了 我們玩另外一個 就這個 多功能網關 允許連肉 臨機成功 嗯 這次一定成功拿的 你這個鏡頭講 等一下再還有一個鏡頭 有人經過這個 欸 欸 這次一定可以成功 一定成功 一定成功了 這次一定成功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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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口口擦我學會 可以的 可以的 他一趕運到他就可以了 那什麼時候會停 不知道 可能有人發現了 這個 這OK啊 嗯 其實我覺得這個 滿了備的 你想也沒有用啊 可是他發訊息 那個有用 這個可能對家裡 有小孩子有用 小孩子有時候去 開門啊 開窗啊 所以可能你在廚房 然後聽到客廳 那樣子 欸這個可能有小孩子 有用 像我們這種是沒有什麼用 那 還有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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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可以用這個來控制很多東西 這是哪裡啊 這個 多功能網關 允許聯絡 對 連接成功 它有三個功能 就是 你看 按一下 我就可以 按一下 按兩下 跟長按 它就可以控制三個東西 然後我們按一下 就可以 執行 掃機機器人 開始抽選 按兩下 就是 掃機機器人 回床 你要按 你按 按一下 按一下 開十七色 哦 哦 自己 我不喜歡它 你很喜歡它 我覺得很好用耶 這個 不錯耶 我會送你的 好 按兩下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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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是不是 OK 然後這個我們就不開了 這很無聊 歡迎回來 我現在在我家的門口 經過了 一天的測試之後 我終於知道怎麼去設定 網關 開門的時候 開燈這件事情 然後 因為Miko已經走了 所以只能為自己一個來完成 我帶大家來看一下 是多麼好的一件事情 Let's go 你看 大家看哦 哦 對 開門之後還會有門鈴 3 2 1 然後呢 這個燈呢 很簡單 我再把門關了 哦 我把門關了 它就會 按了 關門 按了 開門 有沒有很神奇 有沒有很神奇 再試一次 有沒有 對不對 門窗開關器放在這裡 就這裡 然後我的網關呢 就放在這裡 好啦 因為時間太長了 然後我們就下一集再見 我們下一集會開箱 中國版跟國際版的小米 家用攝像頭的不一樣 那我們要下一集見 就老回去 喜歡這個頻道 如果你在YouTube看到的話 記得點讚訂閱之後打開小鈴鐺 如果你在Facebook看到的話 記得點讚之後按分享哦 我們下集見 波 哈哈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